這口不夠不夠開 對著吹管用力吹氣 戒嚴挑戰者陳先生測試液氧化碳濃度 接著還要驗尿 由醫師宣布挑戰戒嚴成功 媽媽在旁擔任見證者 不只開心兒子找回健康 還能獲得戒嚴救援比賽 首獎30萬元獎金 跑步走路都會喘 運動會喘 現在有沒有改善 有 而且睡覺呼吸也比較順暢一點 已經決定要戒嚴了 你如果想說 煙要錯不錯的時候 先深呼吸 因為抽煙那個是一個念頭 那個念頭如果你有辦法把它壓下去 或是打斷一下 很可能那個煙就不點了 同樣是老煙槍 藝人李羅成功戒嚴14年 分享戒嚴妙招 先深呼吸喝冰水 或是運動洗把臉 都是轉移吸煙注意力的好方法 醫師也呼籲煙友們盡早戒嚴 可以遠離山高威脅 還能避免離癌風險 那如果我們可以借2到12週 甚至我們的一些呼吸的功能 血管血管的功能都會改善 為了保護這些青少年 我們看到對於青少年的威脅 所以我們在煙愛房住 特別也把煙連給提高了 也把整個今天的場所給擴大了 甚至於對於網路的一些廣告跟監測也加嚴了 新世界無煙日國民健康署和董事基金會合作 舉辦借煙救營比賽 吸引12397人報名 政府也積極修法 降低煙品對青少年危害 尤其要破除煙傷行銷手法 讓年輕朋友拒絕加入吸煙行列 記者邱順明台北報導